小时候喊端阿许哥哥真的是 比我还亲 正是不爱我 小的时候喊端阿许哥哥真的是 进 哥哥 干嘛 在打游戏哦 对啊 要输了 你这么聪明不可能会输的 输啊 输 好累吧 打游戏就是这样的 很辛苦的 尖酸吧 手也很酸 你 你要干嘛 我看你都收拾好了 是要出门吗 关你什么事 去吃晚餐啊 吃什么呀 好不好吃啊 跟谁去啊 端阿许要去啊 端阿许要去 所以是不是因为端阿许要去 所以你 想跟着一块啊 还是我比较善解人意对不对 妈 干嘛呀 我叫妈不要做你那份啊 那 那我就去收拾一下 不行 两分钟 三分钟 最多三分钟啊 你那么默契 五分钟五分钟 好 我在楼下等你 阳光彩虹小白 好吗 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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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怎么能收敛一点啊 小个多个傻子一样 哥哥 你好好开车吧 不要管我好吗 也想不明白端阿许 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东西 几个大老爷们吃饭 非要带上你 你也不带我去吃饭 他也不带我去吃饭 我就吃个饭怎么办 不是啊 跟你一帮不熟的人吃 你不尴尬吗 不尴尬啊 人家不都说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吗 对对对 尴尬的是我 那就好 大四那年 我记得贾欣欣的在那里讲 说我要帮你搬宿舍 不搬我会很难受的 非要去 现在我是看明白了 你再装 不记得了 还有原来有一次 妈妈不在家 你非要跟我们来吃火锅 那次端家许和我 还帮你去买卫生巾 那一次不是我非要去的 那一次 那一次就是你要去的 不是 是你不要带我去吃火锅 没有 那次就是你要去的 不是我要去的 就是你要去的 你跟我在这儿聊合适吗 你好好开车别说话好不好 小的时候喊端家许哥哥真的是 比我还亲就是不爱我 我那是礼貌 我那个是尊称明白吗 那我的礼貌我的尊称呢 爱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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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